各位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南部開講 我是呂宗芬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要跟各位一起來關心 這個新冠疫苗施打的情形 就是我們台灣自從3月3號 取得AZ的疫苗之後呢 經過了一連串的審查 在這個禮拜一 就是3月22號開始 就已經從醫護人員 這個部分呢開始來施打 那每天都有一些施打的進度 但是前天也傳出說 似乎有一個發生 急性過敏的這個狀況 那到底這個疫苗的特性 是怎麼一回事 它有可能出現哪一些副作用 或者是說 過去在歐洲 他們發生了很多 這個血栓的這個案例 那是不是跟疫苗相關 那我們如何從 國外的這個施打經驗 來建立我們自己的一些風險評估的系統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都會跟各位一起來討論 那同時也希望能夠增進大家對於這個疫苗 還有未來 我們是不是要邊境解封 我們要做這個台北旅遊泡泡 要漸漸的開放了這些國際交通之後 該注意什麼事情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都會跟各位一起來討論 那今天現場很高興為您邀請到三位來賓 首先第一位來賓是成大醫學院小兒科教授 劉清泉劉教授 劉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接下來為您介紹第二位來賓是 疫大醫院執行副院長林俊農林副院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三位來賓是高雄縣醫師公會的理事長 王鴻鈺 王醫師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BCR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疫苗開始施打了 有發生哪一些狀況呢 行政院長蘇貞昌與衛福部長陳時中 開打首日就率先施打AZ新冠疫苗第一劑 希望能給大家帶來安心安定的作用 感覺很安心 專家會議的時候 大家也覺得好像進來在歐盟有一些的事件 會不會影響民眾對於施打疫苗的信心 所以就建議說應該有一些指標人物 能夠出來建立民眾的信心 疫苗接種諮詢小組的一個專家的討論 確認到目前為止所有的資訊都是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國內算是非常非常嚴謹的去評估這樣的疫苗 到底適不適合給國人施打 疫苗開打以來 七位不良感應並不多 不過24號上午卻傳出有護理師施打疫苗後 不到10秒就出現急性過敏反應 醫院立即給予氣管擴張劑緊急搶救 並送進家戶病房觀察 指揮中心表示 據了解病未出現嚴重不良反應 護理師也已經離開家戶病房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張勝群醫師表示 施打疫苗出現輕微的不良反應 本來就有一定比例會發生 要是有比較嚴重的不良反應 有無相關或是時間上的巧合需要專家認定 疫情指揮中心也推出疫苗接種健康系統 要追蹤民眾的健康狀況 並提供疫苗相關的衛教與就醫建議 好 我們剛剛看了這個影片 就大概幫我們整個review了 從禮拜一到現在 在施打疫苗的過程發生的一些情形 那我想我們先問一下 現場我們三位醫師 三位醫師都有打嗎 有打 副院長打了 打了有沒有什麼不舒服的狀況 打完以後第一天沒什麼感覺 但是晚上就睡比較不好 第二天的時候會覺得像流感的感覺 全身肌肉骨頭痠痛 但是是屬於輕度沒有發燒比較疲憊 第三天就完全恢復正常了 因為我看到有施打過的醫護人員說 像是嚴重流感 就是會很疲倦 然後就需要真的是需要臥床休息 所以你沒有到這個程度 還沒有 有一些同仁確實是比較嚴重 但是也大部分都第三天就恢復正常 可以返回工作崗位了 OK 好 這個是林副院長打這個流感疫苗 不是講錯了 AZ疫苗的這個心得 那我們先來認識一下 就是這個AZ的新冠疫苗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我們雖然有採購不同的疫苗 那國內的這個疫苗也都還在研發當中 但是我們首先第一批取得的就是 這個由阿斯特捷利康 就是AZ跟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這個疫苗 我們就直接把它簡稱叫做AZ的新冠疫苗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AZ疫苗的簡介 它主要的注射方式是肌肉 我們剛剛在畫面都看到就打了左手臂這樣子 或者是有些人你打右手臂也可以 劑量是0.5ml 然後要接種兩劑 這兩劑呢建議至少要間隔八週以上 那根據之前他們的這個測試的資料 就是說完成兩劑的接種呢 可以預防63%有症狀感染的這個風險 就是63%可以有這個症狀感染的保護力這樣子 那接種間隔如果間隔12週之後呢 保護力可以更高大概可以到81% 那我們自己的疾管署 就是在做這個疫苗的這個審查的時候 有立下一些規定 就是首先它不得跟其他廠牌交互使用 因為要接種兩劑嘛 你可能不能第一劑打AZ 然後第二劑再打別的不行 那如果不慎使用兩劑不同廠牌的疫苗呢 那就不建議再接種了 就不用再補打就是了 那第四項就是說 我們除了新冠肺炎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疾病 也可能會需要依賴疫苗啊 但是你不得跟其他的疫苗同時接種 那與其他不活化疫苗呢 這個接種的時間相隔至少要14天 那如果是要接種其他的這個活性檢毒疫苗 那這樣子的話 這兩者的間隔至少要28天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那到底有哪些人可以打 哪些人不能打呢 這個接種的禁忌 第一項就是 如果你正在發燒 或者是正患有急性的中重度疾病者 要等病情穩定之後再接種 這個我們大概可以理解 像小孩去打疫苗 或者是說冬天秋冬要打這個流感疫苗 醫生也說你不能發燒 然後要檢查一下有沒有其他感染症狀 確定沒有才能夠打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不可施打疫苗的人 包括18歲以下的青少年 然後對疫苗成分過敏的人 這個不能打 那第三個類呢 就是如果你施打第一劑之後 出現了急性嚴重過敏反應 那這樣你就不要再打第二劑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就是說 要建議需要做風險評估的有哪一些呢 就是如果是免疫功能不全的人 包括你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劑的治療 治療的這個病人 那你可能需要跟你的主治醫師評估效益之後 再看看要不要打 那再來就是懷孕 或者是可能懷孕 然後或者是正在哺乳的女性 這個部分呢 也需要再評估一下 再來決定是不是施打 那最後兩項是最新的 好就是說這一兩週來 兩三週來 大家都很關心的就是 AZ疫苗這個施打之後 是不是跟歐洲發生很多 這個血栓的案例有關 那這個我們自己的 這個專家會議討論之後 給出來的結論就是 目前的科學證據呢 沒有辦法排除跟 瀰漫性血管內凝固合併血小板 低下這個狀況 還有大腦的靜脈痘栓栽 這兩個情況有關 所以接種前呢 要跟醫師來評估相關的風險 那最清楚的建議就是最後這一項了 就是服用避孕藥跟接受荷爾蒙治療的人呢 要建議現階段暫緩施打 暫緩接種 好那我先請教劉教授 就是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們 來解讀一下這些接種禁忌 就是這些不能打的人 或者是說我們正在接受 比如說長期在吃藥啊 這個糖尿病啊 高血壓等等這些病人 他們可以打嗎 他們去跟自己的主治醫師評估 之後就可以來施打嗎 就是如果一般民眾的狀況呢 好的 我想我們要了解他的可能副作用 是要從疫苗的本身 AZ疫苗的做法是一個 從那個大猩猩的 晴片綠的腺病毒疫苗 給他給他減活性 取他一個判斷 那那個判斷再來載入 那個冠狀病毒裡面 有產生抗體那個信息的部分 來產生保護抗體 所以他基本上他是一個 還算是活性的腺病毒 但他是大猩猩的 所以人類以前也沒有付出過 那這個為什麼這個禁忌會覺得 免疫不前懷孕 這些人是不建議打 因為雖然他理論上 他沒有什麼活性 但是他還是有一個腺病毒的 活的病毒的載體在裡面 他是他的載體 那所以他會建議說 所以這些人先不要打 那第二點就是說 為什麼後續認為這個避孕藥 還有荷爾蒙治療 因為有一些比如說有一些癌症的人 他用荷爾蒙治療 那這些人為什麼不建議 因為在目前的資料顯示 就是說這些會有這些包括 血栓或者血小板低下 這些副作用的都是女性 然後都是55歲以下的女性 佔了超過9成 所以以這樣的數據來看 就會覺得說他們比較有關聯就是 因為在一般婦產科醫師上 我們在開會討論說 服用避孕藥就有這些比較高的比例會發生 他本身的血栓風險就比較高 對就是藥護本身的荷爾蒙在治療 那本身在做荷爾蒙治療 也有可能有些關聯性 所以為什麼會建議到說 這個部分在最新的建議裡面 就把它淚進來 暫時果然要再施打 這一型暫時不要打AZ 等到其他疫苗來 他們再接種 這是目前我所知道的現象 對 因為我們寫得更直接 因為我看外電的資料 就是像德國的衛生部 他們是直接說55歲以下的女性 不要施打 但是我們是直接說 你又把範圍更明確化了 是這樣嗎 只有55歲的女性 幾乎大部分的女性都不能接種 所以就是寫說 你有在吃病藥的女性 又是55歲以下 因為一般大概這個 以後就會停經嘛 那再來就是荷爾蒙治療 可能有關聯 所以這個兩者很清楚 可能擔心她有關聯性 所以現在在國內就建議 暫時這些對象 不要接受AZ疫苗的接種 好 那我們再接下來看一下 就是還有一些接種後的注意事項 就是這個疾管署列出來很多 但是我們過去好像 打流感疫苗沒有這麼多注意事項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等一下再請這個林副院長 來帶我們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個就是接種後之後 要建議要觀察30分鐘 那如果有急性的過敏反應 可以及時來處理這樣子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使用抗血小板 抗凝血藥物或凝血功能異常的人 就是你注射的部位 要加壓至少兩分鐘 就是要壓住它這樣子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接種後之後呢 可能這個接種的部位可能會疼痛紅腫 那或者是會有全身的這個疲勞啊 頭痛啊 肌肉痠痛啊 體溫升高 胃寒 關節痛 噁心等等這個症狀 那通常數天內會消失 那另外就是發燒 可能發燒會超過38度 那是大約兩天之內可以緩解 那如果你的發燒是超過兩天 然後又出現嚴重的過敏反應 大家都在問說嚴重過敏反應是指什麼 就是他舉例他要把它列出來 就包括呼吸困難 會氣喘 昏眩 或是心跳加速 全身紅疹 那就要趕快就醫 那最後一項這個部分 就比較特殊的 就是接種後14天內 如果出現呼吸困難 胸痛 腹痛 四肢腫脹或冰冷 嚴重頭痛 或者是疼痛加劇 視力模糊 持續的出血 皮膚出現了一些自發性的淤青啊 子斑這些症狀就要立刻來就醫 所以想請教林副院長 就是這些症狀 我們好像以前打流感疫苗 不需要注意那麼多事 我們大概從小打疫苗 會有一個概念就是會行行 那這個就是 這幾天也有很多醫生說 就是一個免疫作用的反應 一般來說 免疫作用這個反應 大概會持續多久的時間 那像我們剛剛看到這些接種注意事項 比較特殊需要注意的是哪一些 是 那因為流感疫苗 是一個比較成熟的疫苗 已經施打超過十幾二十年了 所以大家對這個副作用的話 會比較了解 那因為這次的 我們施打的AZ疫苗的話 是一個新的一個疫苗 所以對一些副作用大家比較擔心 所以我們統計上就會比較一些 刻意來注意這些一些副作用 那舉例而言 那這一章的話是 就是AZ第三期臨床試驗跟台灣 施打了兩千多人 那其中一千四百多人回報的一個副作用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事實上的話 跟臨床三期試驗的話 大部分的副作用都類似 那最大差別是發燒的比例 是比較高一點 將近三成 那不過這裡要強調這個發燒的話 是就是施打的一個 醫護人員自己回報的一個比例 那關於這些副作用的話 大部分的人大概在四八小時以後 就會症狀緩解 所以目前的話副作用的話 事實上一般的施打 我個人施打紀念還有 同仁施打紀念還有 中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的紀念 事實上是還好 可是像張上淳教授 就是他就有說 他們也有發燒 就自己吃個普拿藤這樣就好 我們可以這樣處理嗎 一般民眾如果是輕度發燒的話 也是可以 但是都休息多喝水 協助退燒也是可以 那如果比較擔心的話 也可以就醫會比較 讓醫師評估會更好一點 可是您還要多喝水 就是很多時候 包括這一次也是有醫生建議 就是說不舒服 然後就多喝水 那像之前我們打疫苗也是 就是醫生就會說 注料我們帶小孩去打疫苗 醫生就會說 你就是要多喝水 那個機制是什麼 它會讓副作用緩解嗎 還是怎麼樣 其實多喝水的目的 應該只是增加排出量 所以對於一些像 舉例好像發燒 我們喝水的話 就可以把一些熱 一些排泄掉排泄掉 那對於一些像 產生這個疫苗 不良反應的一些 一些化而物好的 一些激素的話 可以增加一些代謝的速度 但是大概很難說 多喝水就可以治療 這個疫苗的一個副作用 但是它基本上只是維持 你身體機能的那個運作 這樣子就是了 來王醫師你怎麼看 你還沒開始做的嗎 就是基層診所 醫師還沒有排到現在的順位 昨天我們開高雄市衛生局的醫生會 坐在我旁邊是長庚的護理部主任 他都沒有資格打 我們現在就是直接照顧的 有資格打 那大概講的跟剛才兩位都差不多了 昨天一審會 衛生局副局長打了 他就是說前兩天按會痛 不按不痛 第三天的話手有點痠 第四天都好了 就都好了 那另外的話 高一的黃尚志副院長 跟異道的蔡廷策略長也打了 他們也覺得就是痠痠痛痛的 那我剛才來問黃智中局長 我問他說你打得怎麼樣 他也有打 他說第一天打頭有點暈 第二天他有點倦怠 第三天有點 24小時有點倦怠 36有點痠痛 48小時都好了 但是我們那一天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在問也都講 年輕人的反應會比較明顯 年紀大 因為我們現在一直都是年紀大的 我今天早上一看到台南的網紅 謝婉婷醫師 他比較年輕 他說他打得覺得蠻不舒服的 沒有力氣 他也寫了說 甚至他有點後悔 沒有先吃普拿燈 那其實我上次在節目也有講 我希望我打莫德納 莫德納第二季會很難過 我不當然吃普拿燈 搞不好還要吃一顆白飯 所以我是覺得說 每個人反應都不太一樣 但是理論上來講的話 因為全世界已經超過 2億5千萬個人打了 那AZ的話 韓國也很多人打了 我想大致是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是現在醫護人 施打的意願怎麼樣 我們比想像中還要低一點 將來民眾施打意願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對 可是施打意願這個事情 有的時候它會受到一些 不良反應事件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這個不良反應事件 就是在24號的時候 就是禮拜三開打的第三天 在台北亞東醫院 有一位40多歲的護理師 他接種了之後就出現了一個過敏的狀況 他是24號的早上接種AZ疫苗 可是5分鐘之後 他就發生腥劑 然後有皮疹 就是像蕁麻疹那種 Kitsimo那種急性的過敏反應 那血壓是維持在170毫米鞏柱 但是沒有休克的現象 那因為他還在30分鐘的觀察期間 現在規定一注料 在觀察區觀察30分鐘 所以他就在觀察區裡面 立刻在場的這個醫事人員就給他 類固醇還有抗阻殖安來處理 那因為他就到加護病房 這個也有引起關注 可是醫院的說法是說 因為他的那個流關區就在加護病房旁邊 所以可以去病房裡面休息觀察一天 然後在25號早上就出院這樣子 劉教授你覺得像這個case的話 是在你們看起來是一個 嚴重的不良反應嗎 還是說他可能就是因為他自己的體質 或者是說他就是對這個疫苗 有一些比較不適合的現象 然後造成了一個急性的反應 就是說像疫苗這個 有著我們一件比較急不反應 就轟腫熱痛 第二個就是說全身性的話 你講花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健帶 這個全身性 那個就他那個會有過敏性的反應 是一個叫不疫期的 不疫期是在很多 你吃藥很多都有這個不疫期 有一些認為跟你的體質 當然最有關係 所以這種不疫期的反應 就是最嚴重的就叫過敏性休克 那為什麼現在的規定 不管打流感 打現在的COVID的疫苗 都是要觀察那個30分鐘 因為這個處理時間 發生前就是黃金的30分鐘 所以真的有不疫期 這種不良反應 就是像嚴重的過敏性休克 這個都幾乎目前一直到前九的資料 都發生 最快都是在10分鐘裡面就發生 他就是打進去之後 就立刻會有反應 對 很快會產生 產生你覺得呼吸困難 你如果是在醫療院所裡面 馬上有在觀察或在現場 他都可以處理 他最簡單的就是一支 那個Bosmin這樣 這個腎上腎 腎上腎素打下去 就可以緩解一些症候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說他要觀察 那誇解他沒有更嚴重的後續 他就漸漸就出來 因為台灣現在大家都很關注這種事件 所以就高規格來接待你 所以就是他是可以在醫療上處理的 可是想請教林副院長 那像我們回到剛剛講的這個血栓 因為這個血栓 好像跟我們過去比較知道的那一種 經濟艙症候群 那種這樣坐很久 然後因為久坐 然後沒有動 然後那個循環不好造成的血栓 那個狀況好像不太一樣 是不是 那因為血栓的原因的話 主要就是我們臨血的激轉被誘發 那臨血激轉被誘發以後 就產生血栓 那看血栓的發生位置 像經濟艙症候群的話 主要是下肢 因為久坐不動 所以下肢的腎部靜脈產生血栓 那如果循環到肺部 造成肺動脈酸塞 就會有肺酸塞 那像這次AZ疫苗報告的副作用 像局六眼的話 像局六眼這個圖的話 這個就是名詞比較繞口 就是大腦靜脈痘的一個血栓 那大腦靜脈痘的話 就是如這個圖所示 就是在我們腦部的一個 收集靜脈回流的一個血液 那如果這個靜脈痘的一個阻塞的話 就會造成像說腦水腫 腦壓升高 重風的一些表現 那不過這個發生率的話 一般文献上統計的話 大概都10萬分之0.2到2左右而已 那這次AZ疫苗的一個血栓的發生率 事實上跟一般民眾為施打的背景值的話 事實上沒有比較高 所以在歐盟的話 也認為這個沒有一個直接的一個關係 那另外一個副作用就是我們叫DIC 就是彌漫性血管內淋血病變 它也是誘發血栓以後 然後消耗一些淋血因子 那這個原因很多 包含感染啊 癌症啊重症這些病人 一樣它背景值的話 跟AZ疫苗的話 施打比較的話 是AZ疫苗不會有比較多的 這個一個副作用 所以一般狀況的話 應該不能歸類於這個疫苗 施打所產生的一個副作用 可是像發生這個狀況 比如說好這個大腦的靜脈痘血栓 它會出現什麼狀況 它要醫療上會怎麼處理 然後癒後好不好 最開始的時候 應該就是疼痛為主 因為頭痛 頭痛 對因為血液沒辦法回流 就會變腦壓升高 就會頭痛 那到如果嚴重的時候 當然可能會有中風的一些 一些表現這些 對就是我們剛剛那個注意事項的 最後的那個14天內出現的 這些症狀 就是呼吸困難 胸痛腹痛 四肢腫脹或冰冷 這就是血管塞住了 會引發的一些狀況 然後為什麼會視力模糊 因為腦壓升高會壓迫到四神經 就是在腦部的作用這樣 所以視力模糊 然後我持續出血 皮膚出現這個瘀青子斑 就是這些症狀 那醫療可以處理嗎 醫療的話 因為還是要看 他會留下後遺症還是什麼 還是要看他本身的一個原因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因為如果說是很嚴重的話 甚至必須要用一些外科手術 把血栓取出 所以要看他的嚴重度 跟他的誘發原因是什麼 我們來決定怎麼治療 那一般目前死亡率統計大概是10% 對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跟各位一起來關心的是 這個AZ疫苗 他施打之後 大家一般現在打到目前為止 大家的反應是什麼 那接下來呢 是不是漸漸的 這個接種的對象 會從醫事人員擴展到一般的民眾 那我們未來在整個就是 指揮中心講的防疫的下半場 到底應該怎麼做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都跟各位一起來討論 那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再回到現場 歡迎回到南部開講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跟各位一起來關心 就是這個AZ疫苗開打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從禮拜一開始 陸續的每天 很多各個醫院都 這個合約的院所都按照 之前預約這個計畫 都逐步在施打 那但是大家也很關心 就是我們購買了非常多的疫苗 可是目前從國際買進來的 到貨的 我們拿得到的 就AZ這11.7萬劑 因為這個指揮中心也講了 防疫的下半場就是要看疫苗 就是要我們需要有一個 更集體的保護力 才能夠進一步的去考慮說 是不是要開國門 然後我們的經濟的振興 旅遊的振興等等的 所以如果我們在國際疫苗取得的 這個進度感覺沒有很順利的話 那國產疫苗的進度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這個VCR 就在國內第一批接種AZ新冠疫苗的同時 國產疫苗正在進行二期臨床試驗 預計最快六月前完成 並希望能在七月開始量產 其中部立桃園醫院是高端疫苗的人體試驗醫院 部分醫療人員參與試驗並沒有出現不實症狀 只要完成第二階段試驗就能取得食藥署EUA緊急使用授權並量產 不過有專家擔憂 國產疫苗如果沒有第三期完整試驗數據 將來上市恐怕缺乏國際競爭力 在可見的將來 它的國際競爭力一定是低的 因為它大概只能賣台灣 別的國家很不容易賣 因為這個產品是全世界產品 大家一起競爭的 華麗明醫師表示 除了國光人在第一期臨床試驗 高端、聯雅第二期試驗 都需收案達3500名受試者 其中65歲以上長者需佔700名 此外高端五月要展開12到18歲青少年臨床試驗計劃 預計收案200名 如果順利 國產青少年新冠肺炎疫苗 今年年底就有機會取得EUA病量產上市 雖然這兩個族群得病可能相對上不是那麼嚴重 可是終究如果大量的得病還是會有重症跟死亡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們會變成傳染源 因為青少年跟兒童一向是病毒主要的傳染源 國際疫苗供需差異太大 產能又無法增加 原本以為下半年全球渴望全面接種 但以目前狀況看起來 明年才有機會進入買放市場 將價格壓低 現在只能寄望國產疫苗研發 儘快讓第一線醫護人員優先施打 國內要達到全體免疫恐怕要等明年或後年了 好我想要先請教這個劉教授 因為劉教授是疫苗專家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的國產疫苗 因為除了大家很關心它的進度之外 我們剛剛前半段的節目 現在大家關注的是這個AZ疫苗的副作用 那我們一直看到有一個資訊就是說 因為我們國產疫苗是用蛋白重組 這樣的技術去設計的 所以它的副作用比較緩和 然後好像安全性比較高 是不是真的這樣的 我們會請教授來帶我們認識一下 我們國產疫苗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機制來設計的 其實國產蛋白質疫苗的基因方式的蛋白質疫苗 它的來源像高端是從那個Modella裡面 Modella是它的上游叫mRNA mRNA下面就產生蛋白質嘛 那保護性的那個蛋白質就是S protein 所以它直接取用這個S protein 這個pre-production的protein來做這個疫苗的抗炎 那加上一些走劑增強它的免疫力 高端疫苗用了兩種走劑 一個傳統的鯉鹽 另一個是比較免疫系統比較強的 所以它目前情形看起來是 是應當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它第一期的臨床試驗表現的 跟傳統的蛋白質的疫苗的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目前我有一些同事 有接受他們第二期的臨床試驗 那一般的感覺是打得不畏疼痛 但是花燒的比例相對於其他的mRNA疫苗 還有AZ疫苗這一類的都是低了很多 所以對很多人來講 它打的就是極部的不舒服 但是花燒反而比例上 目前情況是非常少 對 因為然後我們一般看到有兩個說法 因為台灣很特殊 我們就是就像紐約時報講的 我們平行時空嘛 就國內並沒有大流行 所以我想要跟劉教授也請問請教一下 就是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因為我們就是國內非常的乾淨 所以我們在做疫苗研發的時候 這是一個幫助哦 因為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說 這個受試者 他身體出現的這個抗體的反應 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從你施打進去的這個疫苗所誘發的 可是另外我又看到一個相對的說法就是其實不是 我們就是因為國內沒有大流行 所以使得我們在疫苗研發上就很困難 因為他沒有辦法實體的來做測試 所以這兩個說法到底哪一個正確 其實現在所有這個COVID的疫苗測試 大概都是叫做緊急授錢 那一般的疫苗的測試是要有第三期的雙盲測試 雙盲測試可以看它的就是效用效果 叫做efficacy 那這種efficacy一般來說 就是說你要有一些病例 那跟打跟沒打來比較花病機會 所以你看那個飛醉疫苗或者Modella的疫苗 在去年的10月底11月初的時候 就因為美國大流行 所以它忽然間那個個案爭奪 所以馬上看出它的差異 那台灣就是沒有這個誘因 但是台灣會得到緊急授錢 像終生終生這個疫苗是一樣 它也就是它二期之後 其實發覺不錯 為了緊急需要就緊急授錢 台灣未來可能會這樣 那這種情況下說 比如說剛剛那個畫面講 黃立民教授講這個 其實台灣有機會在東南亞 比如印尼 菲利賓這些比較流行 如果他們沒有要跟他們合作做測試 你可以是比出到底有沒有那個 臨床的效果的評估 對 所以就藥廠他就要去看說 要去跟搜購去合作 去跟人家合作 對 那我們國際的這個疫苗取得的進度 可以加快嗎 可以變快嗎 這個我就要跟朋友開玩笑 等美國人打得差不多 不想打以後就會 其他國家就會很多 因為現在是有錢國家先拿得到 比如說以色列幾乎快打完了 那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那個有錢人口又少了 敢撒大把錢先去搶後 他們都很多人都打了 但是台灣有一個比較微妙的關係 這個也不方便講 但是就是說我們還是要靠自己 自己安排得出來 然後再有餘地 還有很多國家我們可以去幫忙 對 就基本上我們 現在現在就是直接已經取得 開始打的就是AZ這個廠牌了 那國產疫苗大概就等下半年 我們就期望說下半年 是不是能夠有這個國產疫苗 能夠量產上市 然後大家再接種這個部分 能夠有更多的保護力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就AZ 他就是有一些這個副作用 有一些過敏的反應 那我想請王醫師看一下 就是像23號禮拜三 那個急性過敏的反應 他有影響到醫護大家接種的意願嗎 你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數字 我們看一下我們反應的比例 這個是到24號的統計 我們前兩天 大概有3200個醫護人打 第三天1900個 剛剛做的統計第四天是1800個打 那大概總共有7053個人打 那到昨天 我們打完5000多個裡面 有9個人有不良反應 就是不舒服 那昨天又加了5個人 那現在就14個人有不良反應 那這個大概比例 就差不多500個有一個人 他打的就是比較明顯的不舒服 那明顯的不舒服 就是通常我們在講說 打了手會痛 有點熱熱的 有點痠痛 這是人家說有哪在走 那個我們都可以接受 那這個不良反應 大概就是500個有一個 他可能會比較難過 那可能需要觀察久一點 超過30分鐘 那這個比例對我們來講是還好 但是我們注意到了說 各縣市打的話前三天 桃園市打了很多 因為有布立桃園院的例子 高雄市也打了很多 這兩個都超過1000個 這個高雄市可能衛生局就很努力 那台北700多個 新北400多個 台南市才200多個人 一分之間打 所以這個就是相對比較少 那是不是跟大家對於自己風險的評估有關 因為比如說我是很少接觸到新冠的患者 這一些都是有常常接觸的人才有資格打 這個是我剛才講過 我們都沒有資格打 這一些人打的人是 那6萬個他們國家認為說需要很有資格打的 那他們打的比例 剛開始或許是他們分批打什麼原因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想我們從頭講好了啦 就像主持人講的 台灣是在一個平行時空 美國的話去年12月18號一天 有四十幾萬個人得到確診新冠肺炎 有時候一天死了3000多個人 你要知道911才死了2997個 所以美國死那麼多人 那台灣是怎麼情況呢 台灣我們現在是1012個case 可是那1012個才77個是本土病例喔 台灣一年多才77個在台灣得到 所以我們台灣沒有明顯立即的威脅啦 所以理論上很多人他會說 因為大家剛才也有講到 這個疫苗我們很多都沒有第三期的實驗 所以很多人就說我們再等看看 這種等的心態 我們是有本錢等啦 那當然我們都希望說第一線的人 我最怕的 因為像我們醫師公會在辦活動 有時候人很多我們準備的東西不夠 有時候都沒有人那就完了 有時候餓死有時候飽死 那我覺得中醫院指揮中心也是很困難啦 他疫苗買太多大家都不打他怎麼辦 他買的不夠 等一下要打的話 大家會罵他你不夠積極 所以我覺得因為這個 你以前沒有碰過這種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很困難來描述這個事啦 你今天有沒有怎麼樣難過 然後他剛才那些數據去統計出來的 那統計出來的大概一半的人 就是假的會不舒服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像 我站在醫師公會的立場 我們全國醫師公會的幹部 我本來一直以為說我們要打 三千多萬劑的疫苗 一定要靠診所 因為流感疫苗 百分之三十七是在診所打的 在醫院打才百分之二十四 校園打才百分之二十七 所以我們一直想說 我們診所要怎麼樣配合 但是現在看起來有可能 我們就是慢慢拿到疫苗 然後慢慢到大醫院打 那反而診所就 因為現在取得速度很難預估 比較輕鬆 那我覺得那個護理師 這個對我們來講 對診所是一個 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你這個高規格 他打得難過就送加護病王 那這種規格 我們診所的意思以後怎麼辦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就是滾動式的管理 且戰且走 那我們還是希望 慢慢的大家都要打 但是就是說要怎麼樣讓 我們也不用急太急 反正所有的數據 每天都會出來 那昨天的數據今天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 台灣的好處就是透明度很高 那我們太多的新聞台 我們每一個人 大家都會得到很好的資訊 做很好的判斷 那我們就是且戰且走 或許台灣這樣子到最後 也是會功德圓滿 都做得很好 也說不定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剛剛講到這個疫苗接種的速度 其實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有規劃一個 Combin-19這個疫苗接種的 整個進度的規劃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資料 他們所設定的第一階段 就是當我們取得的疫苗 少於200萬劑的時候 就大約在2021年的3月開始 讓先從醫室類的 就是整個它風險排序有10類 從第一到第七類的人 依序開放來施打 那在這個部分呢 要在哪裡打呢 就是在規定的這個合約院所裡面 大概先以傳染病指定隔離醫院 還有應變醫院為優先 那再逐步擴展到200家 就等於是有200個點可以打 但是這完全都是要看 我們取得疫苗的量 那第二階段就是 當我們手上拿到的疫苗 有200到1000萬劑的時候 它預定是大概在 今年的6月開始 可是這也不知道 因為什麼時候可以得到這些疫苗 我們也是被動的等待配送 那這個時候就會開放到 65歲的以上的長者 這就是比較後段 第八 就整個風險排序的第八類了 就一般民眾的部分 65歲以上的長者 那施打的點呢 會逐步擴展到 大概300到750家 那第三階段就是 當我們能夠獲得 1000萬劑以上的 這個疫苗量數量的時候呢 預估大概在9月為目標 這個時候就是 他們所排序的 這10大的接種對象 就會全部都開放了 那接種的點 會逐步擴展到1500家這樣子 對那現在就是剛剛 王醫師講就是除了 醫事人員的前面兩級 就直接有照顧到病患 這個部分 現在還有一個專案 就是東奧專案 就是要經常因公務 要出國的這個 要去參加奧運的 這個運動選手 他其實也是在 優先施打的這個範圍之內 我們有一個東奧專案這樣子 那我接下來想要請教 林副院長 就是說 因為現在第一線的醫護 我們看每天大概1000多 1000多1000多這樣子 在施打 那大家逐步施打了之後 大概要多久才會有保護力 那它會影響到我們目前的這些 在醫院裡面的感染控制措施嗎 是 那目前的話 如果完成兩劑施打的話 AZ疫苗的話 大概兩三週就會產生完整的一個保護力 那第二劑打完的兩三週之內 那當然第一劑打完也有部分的抗體會產生 那只是說這個抗體的話可能 例價數還不足以來保護你的一個 一個對抗感染 那關於這個感染管制方面的話 不能放鬆喔 這樣聽起來好像還沒那麼快 其實我願意說 打疫苗抗體好像就是防彈衣一樣 防彈衣的話 一些彈頭是可以被穿刺的 所以包含你的一些所有的感染管制措施 包含酒精 洗手 口罩 整個感染管制動線 隔離措施 社交距離 這個完全沒辦法放鬆的 因為舉例好像AZ疫苗目前的話 如果說以8到12週後施打 保護力大概8成2 8成2左右 那事實上代表你還有20%的漏網之魚 那這個漏網之魚對一些沒有產生抗體的 或是沒有施打過疫苗的 那就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感染的一個漏洞 還是有洞就對了 就算你 不是鐵板一塊 對 輝瑞莫德納 就算保護力95%還是5% 5%已經是很多人 以台灣如果說2400萬人 這個的話5%的話 就已經是大概100多萬人左右 所以事實上人數還是相當可怕 所以所有的感染管制措施 應該是要一致的 沒辦法放鬆 對 來 劉教授 我補充一下 因為感染管就是打我們現在是保護工作人員 但是你的病患都沒有打 你會帶著病毒 你如果你鬆懈 你的隨時不洗手 你再去照顧其他病人 你的病毒就會傳給你照顧的病人 這是身體更弱 所以這個風險是更強 所以你不應當說 我有打疫苗就放鬆我的警戒心 所以在感控的立場 或者昨天 其實那個專家會議裡面有討論到這一點了 就是還是都不便 你縱使醫護人打了疫苗 他們做了所有照顧病患的過程 還是按原來的流程 還是要讓他們去小心 因為你的病人都是易感人口 他們都可能被你帶著病毒傳給他們 縱使你是 就是沒有症狀的帶病毒者 所以這個是一樣大家都要有那個共同的心態 就是說打疫苗給你真的要保護 那事實上別人還是沒有保護 你不能說我就可以隨便怎麼樣 所以以後一般民眾施打之後也是同樣的狀況 就是你不能因為你打了 所以你就覺得無敵鐵金剛什麼都放鬆了 就口罩什麼 社交距離還是要維持的 理論上我們現在18歲以下不打 那18歲的人口就佔了30% 那我們大概要打了70%以上 才有我們整個群體的免疫力 我們不可能 18歲以上每一個人都打 所以到時候就是說 要回到以前的日子大概是比較困難的 可能會有幾年很艱困的日子 那我以前就講過 西班牙流管就三年 所以可能我們要準備三年的苦日子以後 或許會慢慢好一點 那個疫苗會越來越進步 這樣子的話或許將來 慢慢可以回到比較正常的日子 對 大家已經等很久 已經撐一年多 超過一年了 那可是從4月1號開始 這個台博的旅遊泡泡要啟動 那是不是它是未來這個旅遊振興 或者是邊境解封的一個測試呢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待會再回到現場 好 歡迎回到南部開講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跟各位一起來關心的是這個 也是新冠肺炎的這個疫情 那當然前面我們兩個階段都談了這個疫苗的部分 那我們從4月1號開始 這個好消息就是說台博旅遊泡泡 我們跟博流的這個旅遊泡泡要起航了 就是4月1號這個首班要互飛 那我想先請教這個劉教授 就是說這是不是一個測試啊 因為他們現在整個流程就是 你必須等預計 因為我們本來登機 出國登機要提早兩小時準備 現在要二加三點五小時 因為你現在經過現場立刻篩檢 然後送去部桃做檢測 拿到這個實體的這個PCR報告之後 然後才能登機 那出去當然沒有問題 然後你去到當地都是跟當地民眾隔離的團進團出這樣子 可是回來會分流 那回來分流呢就是5加9 就5天的加強自我健康管理 然後之後呢要再塞一次 再做一次PCR檢測 那如果你是陰性的話 就在9天自我健康管理 這樣就好了 就等於是不用像以前一樣要關14天 來劉教授這是幾天的測試嗎 那以後我們出國都要這樣喔 要提早五六個小時去機場 其實泡泡裡有不是現在有嗎 我們記得那個李登輝總統過世的時候 日本的前首相來啊 還有最近那個Main Bo 那個總統就職我們的外交部長嘛 他也他也有一個泡泡式的去 去那裡訪問去參加他們的總統就是Danny 那聽說臺灣是唯一的一個受邀的外賓 那我們這次他因為Main Bo 是一個非常封閉獨立的 但他只要靠觀光 他的島嶺很漂亮 在藍胎的明亮上 所以對臺灣來說 他是一個很理想的 民眾也可能想去那裡玩 他那個海域真的非常漂亮 所以他現在規劃的就是說 讓我們去的人 他都可以單獨一家旅館 五星級飯店 讓你臺灣的光哥進駐 然後單獨給你送去 離島離島都沒有人的島 讓人去那裡玩水上活動 還有各種看海底的那個熱帶雨這一類的 所以說這是一個測試沒有錯 因為這個地方如果成功 然後大家也有意願 可能就會測試其他的國家一個 講了很多地方嘛 那我個人就覺得說 我如果想要去 我要去那個紐西蘭 因為他的案例是最少 然後他的島最漂亮 然後被容易有泡泡的會成功 那其他一些國家人口太多 泡泡有技術上的困難 可是這個很累耶 因為就是你 我剛剛講嘛 你必須提早五個半小時去機場了 然後飛行時間去柏樓要四個小時 所以聽說你一連串的這個登機檢驗 檢驗登機作業然後又飛 到當地已經九個小時了 對來 林副院長 你剛剛以後這個我們邊境的開放 就都要這樣弄嗎 還是說我們不用隔離14天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誘因了 就旅遊振興可以逐步的實現 那之前有目前一個討論的一個熱門議題 就是所謂的疫苗護照 那當然疫苗的話還是 我是覺得以後應該也是一個參考的一個價值 也就是說如果有打過疫苗 然後加上一些批下檢驗陰性 我相信應該隔離的啊 這些自我關於健康時間會再縮短 或者以目前雖然這個泡泡很漂亮喔 但是這個泡泡必須包含去的時間來回的時間 以一般上班族而言的話 還是不太有那麼多時間來 從事這個一個旅遊措施 可是如果我們要等到什麼有集體免疫力 集體保護力那種 那又更久了對不對 是 沒錯沒錯 那這個因為這個旅遊牽涉到對方國家跟我們國家 所以如果對方國家 他沒有這個所謂的具體免疫力 然後他又開放一些風險比較高的 盛行率比較高的一些國家進去 那自然的話我們這個風險就比較大 我們也有風險 我們去那邊也有風險 所以是相對的 所以剛剛劉教授講得非常好 就是如果像一些島國的話 他去是一個封閉區域嘛 那我們台灣是一個整個大島國 感染率很低 那剛好是一個旅遊泡泡 一個很好的一個相互的一個對象 對 來 王醫師 我們又愛又怕受傷害 我們台灣大家都沒有抗體 打預防真的人很少 只要不小心他一進來 如入無人之境 我們可能社區感染會比較嚴重 所以在台灣泡泡流一定很麻煩 那我講一個經驗好了 以前我常出國 後來我父母親年紀大了 我就盡量不出國 那去年的12月4號5號6號 醫治公學學院會醫政研習會去金門 我是第一次去金門 我覺得金門真的很好玩 又很方便 回來又有那種坐飛機出國的感覺 所以肥水不落外人田 你想出國你可以去金門 你是鼓勵委出國就對了 你可以去南移 你可以去我們澎湖 我都覺得這個很好啊 這個就像出國的感覺一樣啊 那所以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江南航空公司 他一定是你PCR陰性 你打過預防針 甚至江南你有抗體很高 那這樣子的話他讓你坐飛機嘛 所以將來慢慢會朝向這個 那這三樣都齊全了以後 可能大家得到他互相溝通啦 那包括留學是太辛苦了 又很貴 又要早一點去 回來又隔離 那當然如果不出國很難過 那你就去啊 因為我們總是要有一些 可能不出國很難過 他又有錢有時間 我們就讓他去啊 那我更還是建議大家去金門 真的很好玩 就偽出國就好了 有搭飛機的感覺就好 恨武我們也去過好幾次 恨武要夏天啊 冬天不好玩 對 可是劉教授 我們現在其實啊 疫苗啊等等的各方面 大家都在準備好 那可是就是病毒的變異性 這件事情 仍然是大家所關心的 所以你對於我們疫情未來的 預估大概怎麼樣 他可能會流感化嗎 然後就像流感一樣 可能以後會有二架 三架四架的這個疫苗 然後我們就是每年 你去要這樣打嗎 你的看法 好的 我想這個 大家很關心病毒的變異 那其實目前已經有很多的變異 的病毒株 因為新冠是RNA病毒 RNA病毒本來就是會一直變異變異 那我們講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知道我們的腸病毒一些變異 但是腸病毒的變異 都不離開他本行 他就是一些小片段的變異 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新冠這個病毒 現在就發覺說他有個影響是傳染力更增強 第二個就是對疫苗很少數的進出 測試起來好像減低一些 比如他傳染力可能增加兩倍 那對疫苗的效果 現在比較確定的知道就是說 可能南非那個病毒株是減少 然後巴西的話也有一點點減少 但是英國好像變化不大 就毒性增強 但是對疫苗效果還是一樣 所以這個後續的追蹤 臨床的觀察 我想還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它是一個長期抗戰 對 所以大流行還沒有到尾聲 可以這樣說嗎 還是說已經看到曙光了 我們就是準備要解封了 其實我們這一輩子 以為都沒有機會吃感染科 所以我看到這個pandemic 都是疏尚寫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 但是竟然在2020年 我們遇到這個全球的新冠大流行 所以是非常厲害